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 亲爱的姐姐 今天早晨起来时,我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封信 仔细一看,原来是姐姐写给我的 内容是这样的 安利科,你怎么能犯同样的错误呢? 你怎么对我如此不礼貌?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痛心 当你是个婴儿的时候 我放弃和同学玩耍的时间 天天陪在你身边 当你生病的时候 我寸步不离地在你的床边守护着你 这些你都忘了吗? 作为你的姐姐,我感到特别伤心 你知道吗? 当我们的父母老去的那一天 我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了 安利科,我会为了你去工作,去赚钱 让你完成学业 你想过这些事吗? 安利科,你将来长大了 或者遭到不幸 没有人在和你做伙伴 你一定会来找我 和我这样说 姐姐,我们一块住着吧 安利科,姐姐无论什么时候 总是张开两臂等着你来的 亲爱的安利科 我不是要刻意责备你的 请你原谅我吧 无论你如何令我伤心 那又有什么呢? 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弟弟 我一定会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 会记得我们的父母 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记得你是我的弟弟 请在作业本上写上几句话吧 等我回来之后 我会认真地读的 安利科 我不想让你看见我生气的样子 我已经要把你替小石匠抄写的每月故事抄好了 就在左边的抽屉里 写几句亲切的话吧 安利科 这是我的希望 你的姐姐 雪尔维亚 看过信后 我在本子上给姐姐写了下面的一段话 姐姐 我没有资格亲吻你的手 安利科